发射一枚东风快递要多少钱 十亿元人民币都打不住 看东风快递如何用价格颠覆你的认知 一枚东风快递就超十亿人民币成本的说法 可能会让许多人觉得言过其实 毕竟导弹发射被调侃成宝石节在天上飞 就足以让普通人对其烧钱的能力感到惊讶 但实际上这两种说法的格局都小了 即使是千万级别的宝石节918 恐怕也需要二三十辆成群结队的在天上飞 才能抵过发射一枚东风快递的消耗成本 而且花费十个小目标或许只能拿到一个裸机 不要觉得太不可思议 这里所说的东风快递 可不包括东风16和东风21D航母杀手这样的中小鸽头 而是能够直接给北美全境送货到家的东风31AG和东风41 这样两款大块头的弹道导弹 不仅可以携带核弹头 更重要的是射程分别能够达到1.2万公里和1.4万公里 从我国东北部地区发射 迎着东风可全面覆盖整个美国本土 所以才能称得上名副其实的东风快递 而既然能够做到使命必达 那价格上自然不能太糊弄 要知道上个世纪80年代 狗大户沙特一口气买了我国35枚东风39花了35亿枚刀 平均一枚即使按照如今的汇率也要近6.9亿人民币 要知道那可是40多年前 我国全部的外汇储备也不过20多亿美元 如今即使是我们自己用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价格也是超乎想象的不便宜 虽然弹道导弹作为大杀器 连价格成本都是需要绝对保密的军事机密 但是通过公开的信息 我们依然可以试着窥探一下大概的成本数量级 根据俄罗斯曾经给定的基础版白羊M导弹价格 一枚的成本就要2500万美元 升级版更是狂飙到8000万美元 而像美国同级别的民兵三洲级导弹 官方价格也在3300万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 这可只是一个空壳的价格 并不包括核弹头 如果放出去也就听个响 起不到任何威慑作用 一个百万吨级爆炸当量的核弹头 老美给出的报价就在5000万美元以上 随便装上个两三颗 一枚导弹的基础身价就接近2亿美元 不过东风41可携带10枚核弹头 光弹头价格或超20亿人民币 东风快递为何如此烧钱 如果按照老美核弹头 一枚5000万美元的标价推算 以东风41可携带10枚核弹来看 光是核弹头的价格就要超过30多亿人民币 不过由于东风41携带的分岛核弹头较多 导致每颗核弹的体型相应缩小 爆炸弹量也减小到20万吨左右 据估算总价格大概在3亿美元左右 即相当于20亿元人民币 所以10个小目标连饱和攻击的核弹头都配不及 而相对于弹头 弹体虽然更大 但是便宜多了 基本上一个小目标就可以搞定 据悉东风41的成本价格在8000万人民币 而东风31可能更便宜 只要一半约4000万左右 如果结合美额的价格比较 可能要超过上亿元 但是考虑到我国一直讲究勤俭节约的作风 在武器开发上更注重物美价廉 所以可以控制在一个小目标的范围内也不足为奇 这从民用火箭的发射价格上也可以得到相应的佐证 长征11火箭是我国目前东风快递主要采用的 唯一一款三级固体燃料火箭 又被称为民用版本的东风41 其公开的商业发射价格是1万美元1000克 其7000万人民币一吨 抛弃需要通过赚差价弥补的研发成本等 基础成本价格预估在5000万人民币左右 不过还要算上向东风41维持飞行稳定的陀螺椅等设备 据说一个陀螺椅组的价格基本在2000万人民币左右 除此之外 导弹的成本可不完全等于发射成本 即使不考虑研发过程中的技术成本 导弹在维护和发射场地上的费用也相对高昂 甚至不亚于重新制造一枚新的导弹 据估算一枚导弹一年的各项维护成本在300万左右 而一枚导弹的保质期通常在20年左右 即使是固体燃料也需要定期更换 这样20年下来 基本就是6000多万 还有发射基地的建设维护费用七七八八加在一起 弹头弹体加基础设施基本可以缩定25亿人民币左右 因为导弹的保质期和维护成本问题 我国也时常试射大杀器 以减少陈旧导弹维护成本 没想到却引起了美国的忌惮 东风41块地试射超10次 老美眼睁睁叮丢两枚探头 直接让美国后几倍发凉 根据美国前两年的一项洲际弹道导弹更新计划 其计划装备650枚新导弹 批准的预算为840亿美元 平均下来一枚1.3亿美元 再加上弹头作为成本的大头 以及各项维护费用 整体估计要超过4亿美元一枚 基本上有过一枚东风快递 预估25亿人民币的发射成本相当 因此除了五常中的中美额 连英法都考虑缩减洲际导弹 更不要说当初继承大量洲际导弹 与核弹头曾一度是世界第三核武大国的乌克兰 也只能自废武功到如今成为傀儡 但是大杀器在家里放久了也挺闹心 所以和在保质期前狂炫囤下的泡面一样 五国对东风41这样的大杀器试射也毫不吝啬 据悉截止2019年 五国已经对东风41试射了11次 同时也让美国感到虎屈一阵 因为吓人的并不是其1.4万公里以上的超远射程 也不是其依托公路机动可以出其补业 更不是其能够达到百米以内的精度 相当于射击中的时环百发百中 而是其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分导式弹头 此前东风41的试射过程中 信号就被额空天军的雷达捕捉到过 并且惊讶地发现其在进入太空后 可进行大幅度的轨迹变换 甚至部分弹头可以调转方向 反方向攻击另外的目标 这就是之前东风41在试射过程中 特意分出两个独立飞行的弹头 形成的独特攻击效果 而美国正是在用雷达监视中方试射的过程中 跟丢了这两枚弹头 突然发现中风掌握了诱饵弹头技术 更关键的是这项技术的使用 并不区别主攻击弹头或诱饵弹头 谁也不知道能够逃脱监视的是否是真实的攻击部分 只要跟丢了就意味着完全没有防御的可能 美国也只能在开战时等着快递到家 所以中国才敢说老美没有从实力的角度 同中方谈话的资格 尽管美国也有大量的洲际导弹可以攻击到中国 但是根据美国公布的消息 中方已经实验了超过十次的中段反倒并全部成功 而美国却只充公了一半的概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